嗨 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2年下半年呢 最值得入手的 现金回馈卡 排行榜 现金回馈其实有两个类别 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真的现金回馈卡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类现金回馈卡 真正的现金回馈卡呢 它就是刷卡进回馈到你的账上 类似现金回馈卡呢 它给你的其实是点数 但是呢 它也可以折抵次期的账单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第一张呢 是新展echo卡 这个呢 是它卡面长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卡片基本上我都有 所以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张卡片呢 它是 每个月刷100万以内 可以拿到2%的现金点数 这个现金点数呢 它可以在 新展cardplus app上面 以1比1来兑换刷卡金 以100点为单位来兑换100元刷卡金 比如说你有500点就可以兑换500刷卡金 如果你想要找一张无脑卡 每个月刷100万以内都有2%回馈 其实这一张还不错 那有兑换的话呢 可以扫我们这边的QR Code 就可以申办咯 好 下一张呢 是 花旗现金回馈卡呢 它也有2%的现金回馈 它回馈的是现金点数 但是呢 它必须要以300点为单位来做兑换 才能够就是折抵刷卡金 如果你不对换的话呢 它在帐上就会一直累积 那提醒大家 花旗银行呢 即将在明年跟新展完成合并 所以这张卡片的去留呢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大家 帐上有300点 以300点的倍数来做折抵 赶快抵光 那这些卡片呢 基本上都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它都是首年免年费 那使用信用卡电子账单呢 就免4年的年费啦 下一张 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啦 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他们的爱用者 所以我这边卡片已经被我用得很斑驳了 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张卡片有一点点复杂 你必须要有永丰大户数位账户之后呢 才能够申请这张卡片 所以它是跟你的账户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你有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先扫码我们的QRCO 或是下面的资讯栏一样都可以申请 那它的2%回馈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国内刷卡 基本1%无上限 指定的部分呢 是你只要有跟大户做往来资产达10万元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1%的加码 那这1%的加码每个月可以拿600 所以回推大概是一个月刷6万元以内 都符合资格 活动期间呢 是2022年的7月1号到2022年的12月31号 那往来的资产包含什么呢 台外币的活定存iBrand 基金 ShareShares等等 这些只要有跟永丰银行来做乘坐 台币外币等等的交易 其实都是符合资格的 你只要有申请电子账单 并且使用大户数位账户来做扣交卡费 其实都是免年费的 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 那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大户即将要推出金属的卡面 到底是什么时候会推出什么样的卡面 就有待我们就是年底会的再来跟大家分享 下一张 赵峰的BT21信用卡 它的优惠呢很简单 只要你是赵峰新户 那么这张卡片就是2.1%刷卡回馈无上限 活动期间从7月21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只要在108年1月1号前 已经把卡片停掉的人 那么你现在申请通通都是新户 那也符合这样子的活动资格啦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而且取消实体账单其实就免年费啦 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扫这个QR Code 然后就可以来申办咯 最后这样是4%的现金回馈 联邦集合卡 它的这个卡面很日式风格 非常的好看 这是我个人近期看过 也是觉得做的很漂亮的卡面 提供给你参考啦 它的回馈呢新户有4% 这4%到底要怎么取得呢 你可以看我们画面上这里 就是有一般的1%现金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新户专属加码的1%回馈 每个月可以拿100 所以你可以就是刷1万块拿100 数位账户 你有申请再加上扣缴的部分呢 再加码2%无上限 合卡之后到4月起算的3个月内 都可以享有这个3%的加码 比如说你是9月份申请 10月11月12月 这3个月份都可以享有这个3%的额外加码 活动期间呢 是2022年的7月27号到2023年的6月30号 所以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你都可以准备来申请 那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一样就是免年费啦 有兴趣的话可以扫我们这边的QR Code 或者是下面的资讯栏 一样都可以申办哦 讲完了真实的现金回馈之后呢 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 类似现金回馈卡的排行法 第一张呢是这个 远传Friday卡 这张卡面呢它有什么优惠 来跟大家说明它只要刷卡就享有2%的远传币回馈 无上限 你可能会很好奇说 那远传币好用吗 远传币怎么用 下载那个远传新生活的APP 你就可以在里面呢 以50远传币来兑换50元的这个账单折抵击 它就可以折抵你的远传电信的账单 所以这个是不错的 那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你也可以在Friday购物上面呢 就是以1比1的这个模式来做折抵消费 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消耗方式 它的远传币在账上会有一年的有效期限 所以你在今年9月开始累计的点数 会在明年9月过期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点数是有效期限的 那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呢 当然就是点数回馈无上限 所以有兴趣的话一样可以扫码办卡 非常适合就是有在使用远传电信的人 申请这张卡片来使用 那你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行动账单就免次年的年费了 好下一张呢是联邦迈点卡 联邦迈点卡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个画面上面 它在那个阳光下的话 它有这种类金属的质感 其实算是还蛮漂亮的 这张卡片有什么权益呢 它有国内刷卡2%LINE POINT点数 海外刷卡有最高3%的LINE POINT点数 国内2%怎么拿呢 基本1.5%回馈无上限 那你只要有绑定联邦银行的账户自动扣角 它再加码0.5% 所以加起来呢 就会有2%的无上限的点数 这个也算是蛮无脑蛮好用的 要搭配账户自动扣角 所以你还是需要有一个联邦银行的账户 这样子才能够拿到完整的产品权益 那也别忘了就是申请这张卡片之后呢 一定要把它绑定在LINE POINT里面 而且申请电子化账单 这样才能够拿到点数 你申请电子账单之后呢 也不用担心免费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我个人觉得很推荐的卡片 有兴趣的话呢 一样可以扫码办卡 下一张台北富邦的J卡跟JU卡 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卡面 我这边就是跟大家简单分享这一张 这是JU的卡面 它的权益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没有差 这张卡片呢 在2022年的下半年呢 它的权益调整成国内刷卡2%回馈 绑定LINE POINT支付有最高3%回馈 那它的2%是1%基本无上限 再加上加码1% 那如果你是绑定LINE POINT支付的话 就是基本1%再加上加码的2% 但是不管你是加码1%还是加码2% 每一个人每个月都只能够拿到5000点 所以你回退一下 大概是一个月刷50万左右 可以拿好拿满这个5000点加码的回馈 大概就是刷50万可以拿到这个1万点的LINE POINT点数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它的额外加码的点数 会在4月月底 然后来列在账上 就是你这个点数就可以收到了 所以你不要说忽然间收到一笔大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申请电子账单 一样是免年费的部分 下一张5568联名卡 它是也是跟韩国年年外 很可爱的公仔来做联名的 所以它的卡片其实蛮可爱的 这张卡片它有什么特性呢 它回馈的是2%的T POINT点数无上限 这个T POINT点数早期不好用 早期只能够折抵什么计程车的车资 或者是四大通路才能够抵掉 现在他们已经完全开放了 就是你只要在它的APP里面 勾选折抵 所以你就可以在下一期的账单 直接把T POINT折抵 账上所有的消费 你就不限定在四大通路 而是这张卡片刷出来的 所有的消费通通都可以抵掉 我个人就觉得还不错 相当于就是现金回馈的样子 那这张卡片所累积的T POINT点数 有180天的效期 所以如果你在这半年之内 没有再持续累积T POINT一次 那么到第181天 它的点数就会全数失效 所以我提醒你 就是赶快把这个折抵的功能打开 不然你就要持续的刷 持续的累积 这个点数在帐上才不会失效 但是在帐上也不会生利息 我觉得可以就把它抵掉 这张卡片还有一个特色 我觉得很棒 就是在指定交通的部分 有5%的回馈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在哪四大通路呢 第一个加油 包含自助加油降价也是有的 第二个是台铁 第三个是高铁 第四个是航空公司 你在这四大通路呢 做消费都是有5%回馈的 这个5%呢 是2%基本的无上限 再加上3%的加码 这3%的加码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就是刷1万块钱 可以拿到200加300 就是500点的T POINT点数 所以这个是每个月 有机会搭到交通运输 我就会刷的 这是蛮不错 没有任何的门槛 不需要做什么 搭计程车启动的 就可以拿到 那如果你是当天 有搭乘计程车的话呢 它会启动加码5%回馈 那每个人每个月上限 好像可以拿 多拿400 多拿600吧 所以你回推一下 大概刷1万2 刷1万2左右呢 都是有7%的点数回馈 就是2%无上限 再加上5%的加码 所以这很适合 喜欢带55688通勤的人 你只要当天有刷 这张卡片来搭计程车 那么当天的消费 尽量都用这张卡片 你就可以拿到 最高的回馈了 那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绑定 电子账单 一样免年费哦 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扫这边的QR Code 然后来跟团上车 下一张 这个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 将来银行的江江卡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卡片呢 它有4个不同的颜色 黑白 然后还有灰 跟这个黄 我个人是拿最经典的黄 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喜好 然后在开户的时候 选择自己想要的卡面 这张卡片呢 它最厉害 我个人最喜欢的 就是江江卡的5%回馈 这5%怎么来呢 就是基本1%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加码的4% 这个4%每个人 每个月可以拿200点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5000块左右 活动呢 从3月29号开始 已经不断的延续到 今年的年底 12月31号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上车 你也可以赶快开户来 拿到这张卡片 它是千账金融卡 所以账户有钱才能刷 记得先把钱存进去 那么你就可以打开刷戒了 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它是千账金融卡 所以不需要管年费 它就是不会有年费产生啦 那你可能问问说 那将来恩典是什么东西 怎么用 它有两年的效期 我会建议你 累积在账上的恩典没有庇用 所以你把它开启 次比消费的折抵功能 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那么你在下一次的消费 它就会把这个恩典扣除 先给你现金到账上 那么等到三天后 赶上勤款了 它再把这个现金回馈给扣除 所以我个人觉得蛮好用的 是我现在的主力卡 每个月都会刷过5000块 很好用 提供给你参考 最后一张 这个是永风SPORT卡 永风SPORT卡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画面 这永风SPORT卡呢 画面看起来是蛮丑的 但是事实上它的回馈还不错 它的回馈是怎么样呢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画面 这边有写到 这个8%的回馈呢 它是一般基本回馈 1%封点无上限 那么你只要每个月 有运动7千卡路里 或者是Apple Watch上面 那个圈圈有画10次 那么你就可以符合 运动加码2%这个回馈 那每个月上限可以拿100 指定加码5%的部分 就是指定通路 比如说你在Apple Pay 或是Google Pay上面 绑定这张卡片 来做一般消费支付 可以每个人 每个月拿到300点的上限 所以这个8%回推一下 大概就是每个月刷5000 可以多拿400封点 这400封点呢 你可以在汗水不白流APP里面 你可以开启 1比1折底次期账单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 现金回馈一样在使用 这是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 那你也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有用电子账单 几乎所有的永风卡 通通都是免年费的 你应该要怎么去选择这些卡片 你看我账上这边 有这么多的卡片 我个人觉得 你应该要去选 你喜欢的是现金回馈 还是红利点数 那么它的使用方式 是不是适合你 你的一般的用卡的习惯 你不需要十张都办 你只要挑一张 你个人觉得最顺眼 最喜欢的回馈模式 来申办就好了 毕竟我们使用信用卡 除了要撸回馈之外 也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而不是被这些信用卡的卡片 所奴役 所以这是个人的简单心得分享 提供给你参考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的话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这个投资理财 刷卡省钱的秘诀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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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